再关心本土疫情 因为有第一线的儿科急诊医师指出 目前全国流感疫情稍微降温 但是儿童流感患者却没有减少 因为暑假期间夏令营等团体活动多 加上8月1号开始 有一批幼儿园的新生报道 让感染比例增加 至于本土登革热疫情又再加温了 今年截至8月7号为止 累计本土个案数已经标破千例 更攻陷了全台8个现实 趁暑假孩子们到公园 跟伙伴们一起玩玩杀 暑期下令活动多 加上8月1号开始 有一批幼儿园新生报道 结果却让小儿科急门诊人数冲高 急诊现场的观察的话 事实上流感的病例的话 最近是的确是比肠病毒还多 有些小孩子的话 他到居住诊诊读书的时候 反而发现比较容易生病 然后之前没有得过流感的话 或许到那边去会被传染 虽然全国流感疫情 大趋势稍微呈现降温 但是儿童流感患者却没减少 医师谢中学在脸书试景 相较于新冠 小朋友得到流感 高烧可达5到7天 抗病毒药物也要使用2到3天 疗效才会显著 且俊待期也比较长 导致儿童急诊流关区 跟儿科一般病房都更加消耗 至于本土登革热疫情 又在加温 今年截至8月7号为止 累计本土个案数 已经标破千例 而且上周苗栗县跟嘉义县 都新增今年首例个案 本土登革热病例已分布攻陷 在全台8个县市 那过了这个发烧期之后 退烧了之后 其实进入的是 大概是24到48小时的 叫做危险期 发生重症的话 他可能在这个危险期 就会有休克的状况 而为了防范登革热疫情 不少民众喷药时 会把家中物品包紧紧 但有专家指出 过度包覆反而会制造 蚊虫躲避环境 形成漏网之吻 可能会导致后续 这次出现确诊病例 这是陈霖 陈建国 台北报导